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真是震惊 光震惊还不够 简直是震惊 可怕 恐怖 可怕恐怖 加起来叫可怖 以色列国防军新任的首席拉比 他说在战争当中啊 只要是非犹太妇女 以色列国防军就可以强奸 这个内容 还有英文版 还有呢 这个拉比的样子 后面是以色列的国旗 这个拉比的年纪很大 那看上去比我还老 一片白滑滑的胡子 只要是非犹太妇女 以色列国防军就可以强奸 这话说的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 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说 要消灭记录音乐节大屠杀的记者 他透露说 以色列内部的安全机构宣布了 10月7号以色列方面所称的大屠杀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被添加到名单当中 什么名单呢 要弄死他的名单 秘密暗杀的名单 如果说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语不惊人死不休 那不是个人意见 因为同样的话 以色列议员也讲了 以色列议员发表惊人言论 所以说所有拍摄哈马斯10月7日袭击行动的记者都将被列入消灭名单 环球网10月10号引述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以色列的议员也是联合国常驻代表丹尼达农 呈任何拍摄或者记录了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记者都将被视为袭击参与者 就是说你现场你举起相机拍摄了这个画面 你就是袭击者或者袭击参与者 以色列安全部门已经把你列入了消灭名单 非犹太裔的妇女都可以被以色列国防军强奸 这样的话出自拉比之口 参与记录历史事件的记者都将被视作是大屠杀的参与者 而将列入消灭名单 像这样的事情啊 闻所未闻 即使在二战时期 在德国纳粹法西斯 意大利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最残酷的那个时期 像这样的公开宣称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 大家知道这个拉比是个什么东西吗 罗比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 专门让全国最大的拉比接待我们 然后跟我们巴拉巴拉说了很多东西 介绍我们去的这个犹太人 说到拉比的时候 那简直崇拜有加 我听他说了说不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 大半是废话吗 而且装神弄鬼的 拉比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特别的阶层 被称之为老师或者智者 就是说他受过正统的正规的系统的犹太教育 系统的学习过他们那些犹太教的经典 叫纳塔赫呀 还纳纳赫塔呀 塔不得呀 名字我都颠三道四 反正就学习过犹太教的经典吧 担任犹太教社团或者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 知道吧 精神领袖这词很重要 拉比就是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 他在那儿教唆以色列国防军强奸任何非犹太裔的妇女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 这些人平时干嘛呢 平时在犹太教经济院里边传授犹太教裔的经典 而且呢因为有学问嘛 所以很受社会的推崇 他还负责执行教规 执行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 执行教规 人家教会那不是有规定的 是有规矩的 那个规矩比我们世俗的法律还要厉害 而且教会有律法主持仪式 也就是说普通的以色列人 普通的犹太人 那些犹太教徒 他们对这些人的话是言听计从的 因为他们口传律法 那就是代表上帝的意志 而你不听从你便违背上帝的意志 如果大家听了我这个解释您对拉比的这个概念还不清楚的话呢 在巴勒斯坦地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圣者 叫圣者 圣人 中国自古集结 圣人不就是恐怖子吗 是吧 所以在以色列大街上到处你能见到特殊装扮的那些拉比那些所谓圣人 他们的以色列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影响非常之大 对那些虔诚的教徒的影响非常之大 现在他宣布 我宣布 所有的非犹太裔的妇女 以色列国防军都可以强奸 所有的现场看到并记录 发生在2023年的10月7号的那个事件的记者都要被弄死 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形 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 生活在21世纪 人类文明如此发达的 高度发达的21世纪 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残酷的现实 甚至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都不好使 怎么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人常说5000年未有之变局啊 的确是5000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此情此景 你有什么感想 写下来告诉我们 再见